游戏机真的不算贵 就算全机种之霸 两万块钱也够了 PS53000多 XSX4000多 俩家一块8000能搞定 Switch2000能搞定 一台不错的电脑6000也能搞定 显示器4000能买到很不错的了 就算加上配件多买几个游戏 电视选贵一点的 全家的一块两三万也差不多了 但是你看看现在两三万块钱能干什么 比如你看中了一台20万的车 这个价格只能买到时尚版 也就是最低配 它没有座椅加热 也没有通风 更没有360影像 就连个电动尾门都没有 这时候一般人会毫不犹豫的 多花两三万块钱升级到豪华版 再比如看房 比如你看中了一套160万的房子 通过各种关系 给便宜了两三万块钱 便宜的这两三万块钱 跟那160万房子相比 真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再比如装修房的买家具 预算20万 结果多花了两三万 但是这两三万花在哪了 感知不明显 其实现在的东西都很贵 数码的东西真是太便宜了 所以说男人要对自己狠一点 上面说的房子车子都是大件 能用很多年 但是房子车子也是商品 一台游戏机的生命周期 它也是七八年 男人的快乐不就是找点乐子吗 在家玩游戏算是既安全又低成本的找乐子方式了 我这个号的粉丝95%都是男性 大部分是25到40岁 我作为过来人想跟各位说 想玩喜欢感兴趣 就大胆的尝试一下 大不了赔点钱再卖掉 我知道有些兄弟研究一个东西很久了 但一直没下手 目的是想省点钱 一直忍着憋着等着 他想着一定要用最少的钱 买一个用的时间最久的 最具超高性价比的产品 我以前也有这种想法 现在想想有点后悔 其实你可以把这个研究的时间 这个精力去做点别的 做点更有意义的事 这个钱不是花在这 就是花在那 关键是这钱也不多 以上观点仅供参考 有不同看法 咱们评论区见